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 我们再来一次 1 2 3 你去就去吧 我在七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往生了 我妈妈一个人要养五个孩子 妈妈从来不会因为生活困苦 而有所抱怨 把矿工洗衣服 帮人家煮饭 自己种菜 养鸡 做路有限 妈妈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妈妈给我这样的身教 在我的人生历程里面遇到什么问题 我就会想尽办法 怎么去解决面对 我会用我自己的经验去跟个案做分享 像我曾经有个案 它是癌症末期 对人生还没有希望 后来我就带着四张的个案 素容 去到这个家庭之后 个案就跟我讲说 如果是我已经看不到 我早就自杀了 至少我这个疾病还有机会治疗 因为素容这样的陪着我去 以个案关怀个案的方式 让我们很多个案 看到自己人生是还有希望的 我从事房市仅有十多年 陪伴了将近四五百个个案 我们能够陪伴一个个案成功 他们脱贫或是身心健康之后 少人就少担心了一个家庭 只要我陪伴的个案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